隨著人口的老化 其實我們除了害怕得到一些癌症 一些心血管疾病之外 其實你最怕的可能是你的老人家 已經失智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現在平均每3秒 地球上就一個人正在失智 非常非常恐怖 我們每次看到一些年輕人 在照顧老年代的時候 其實辛谷他們可能不害怕 他們最怕是自己的父母親 叫不出自己的名字 讓你覺得非常非常心酸 台灣在2019年 已經有29萬的失智人口 根據統計大概到2036年 可能就會有55萬的失智人口 是真的非常可怕 林娃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要怎樣遠離失智 其實失智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 平均壽命越來越長 以前可能平均壽命40 50歲 還沒到失智就已經先掛掉 人生七十古來西好不好 對 現在平均壽命越來越高 所以的確失智 發生的機率也會越來越高 那的確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原因跟失智是脫離不了關係 包括剛剛講的三高 像劉老師剛剛提到什麼 三酸甘油脂 乃不純 對 這些三高其實不只是影響到 我們血液的一個成分 甚至也會影響到 我們血管的健康 包括你可能腦中風 或者是腦部的一個血管破裂 導致大部分大面積的出血 壓迫到可能就是 就是智力方面 其實也會導致早發性的失智 所以有三高的人不管你年輕老 都要控制好 都要控制好 第二個就是抽菸 抽菸裡面有一些有毒的物質 其實會增加我們血漿中 同型半冠冠酸的這個成分 這個成分已經確定 跟我們未來得到失智 是會大幅度提升的 而且即使你沒有抽菸 你只是存在在二手菸的環境 也會提升失智 所以家裡面如果 觀眾朋友你沒有抽菸 但是你家人有在抽菸的話 為了保護自己 打死他 因為避免以後要照顧他太辛苦 所以就是還是要勸大家要戒菸 不只是傷害自己也傷害到家人 第三個頭部外傷 很有意思 其實美國之前有做過研究 他們研究美式橄欖球員 曲棍球員跟一些拳擊手 撞擊 對 他們發現說 他們這些就是有這種 運動生癌的這些對象 平均50歲 他得到阿茲海默症的比例 是比一般人高出好幾倍的 可能推估就是 在他們這個職業生癌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頭部的這些撞擊 而且是不是輕輕撞成 是真的是外力很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其實如果頭部外傷的話 也要注意 而至於憂鬱症 其實在台灣自己就有研究 發現說 其實有阿茲海默症 失智症的人 其實他都會同時伴隨著一些憂鬱症 或者憂鬱的症狀 那到底誰是雞誰是蛋 其實不一定 但是通常 如果同時有一個病人 有這兩個問題同時存在的時候 通常憂鬱會是比較早出現的 所以如果你身邊 有些憂鬱的一些 憂鬱症的一些 朋友可能也要預防 未來得到一些失智症的機率 可能會比一般人來得大 對 我們常常講要避免失智症 就是要趨疾避凶 你們話講的這些 都是我們的危險因子 三高傷害你的血管 就傷害你的腦袋 抽菸也是一樣 頭部外傷就盡量 一定要帶安全罵好不好 騎摩托車撞到這麼重 不得了 你常常受傷 就算你沒有怎麼樣 可是久了之後 你就容易失智 另外憂鬱就是盡量走出去 我們每次都跟老人家講說 像我爸爸每次在看那個 追那個大陸的劇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媽媽每次都阻止他說 你老人家看那麼久 會不會眼睛壞掉 我都說不要管他 我寧可讓我爸爸多一些的活動 每次整天在那邊 都沒失智症 都沒有動自的腦 其實反而更容易會失智掉 所以還是要常常 多用自己的大腦多出去 害人家走一走 最近有藝人方紀委的媽媽 好像就得到失智症了 他就是失智症 他好像為了這個買個保單 他是怎麼樣 因為他其實大家都知道 方紀委很早年 他當時本來要去香港 拍那個賭勝系列 我不知道 有這件事 有些人可能年輕的時候 都在唸書 所以他們都沒有關心 他是那一輩人士的 其實他不關心 世界上的其他事情 但當時他是如日中天的時候 可是他因為得了一個 假狀線的律砲 所以他就趕快緊急開刀 他要做 當時沒有任何保險 所以包括什麼醫療費 什麼都他自己出的 可是後來他等於說 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了 然後他父母親 因為母親又失智 他這個時候想想 他孤家寡人一個 也要給其他人安心 再加上自己照顧自己的失智 母親也知道這有多辛苦 所以他覺得說 那還是買保險 所以他媽媽是他在照顧的是不是 對 所以他就現在來想 這件事 他幫自己規劃什麼保險 他大概三種險 一種是儲蓄險 一種是醫療險 一個是長照險 儲蓄險而兩張臀腳 就已經腳掉了 兩張就二十年輕的年輕 這個什麼意思 臀腳就一次被他打掉 就一室腳傾 一室腳傾是不是 然後醫療險他就是買現在 應該有了十支十付 有這種系列 比較有意思的是長照險 他就是因為從媽媽的失智症 得到這個想說 這個長照未來真的是需要 尤其他沒有子女 所以他就是找這個長照 十年期保險 一個月保費要兩萬 所以他不想要再留子 那意思就對了 聽起來長照險到底要不要買 這個自己要稍微的想一下 而且如果要買 到底要買多少錢 要好好想一下 因為他不是那麼容易 就可以申請得到的 另外新梅造成失智 這個原因其實很多 像跟什麼糖尿病 也都很有關係 對 其實我先講一下 這個方小姐 我覺得他會買長照險 可以看出一個指標 他真的有被媽媽的 這個失智的問題被嚇到 其實有一些 尤其是我們自己 有一些臨床病人 他伴隨他媽媽的失智症 看了十幾年 其實這個心理的壓力 跟這個創傷是非常嚴重的 然而就像我們這樣提到的 我們現在就換算 現在台灣的這個長輩的人口 是28萬人 如果我們隨著這個年紀 去持續的成 越來越年齡高齡化的話 到2025年 或許我們會到一個超高齡化的日子 那個時候就換算 你總在路上5個人 不會 老人家有些人 會在家裡休息 對 總不出門 可是平均5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 是已經65歲以上 所以換言之 如果我們失智比例是高的時候 很多的子孫的負擔 是相當非常的沉重 當然這就會講到 有一些預防因子是可以用的 其實剛剛明華有提到三高 我要特別去講的是糖尿病 其實你知道有一個研究發現 阿滋海默症的人 八成的人 他是有合併糖尿病的 所以大家就會去討論說 是不是他們兩個之間 有什麼關聯性 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理論 它是不是完全成立 我覺得大家聽聽看這個說法 他發現說 我們都知道阿滋海默症 跟有一些蛋白質過度累積 在腦部有關 其中一個就是 β類澱粉的蛋白 這個蛋白它在我們平常的時候 我們可以靠一些酵素去分解它 那個酵素叫ADE 這個字其實是指 胰島素分解酵素 好 我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在糖尿病的前身 就是我們叫的代謝症候群 有一個疾病叫胰島素足抗 這個時候胰島素是上升的 換言之 假設我是一個 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我是一個血糖過高 胰島素過高的人 我的身體把這些清腦部的酵素 轉換去清我的胰島素 你就可能會在胃癌的時候 你的腦因為沒有時間去掃它 所以就過度沉積了 所謂的類澱粉的蛋白在裡頭 當然這是假設 但是確實的現象就是 阿塞海默針跟糖尿病有關 我們換言之就是 它會被嚇到 可是我們再退個100步 假設你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去開始控制三高問題 當然你說外傷 這個我們比較難以預防 但是腦中風也跟三高有關 所以我們好好的控制三高問題 或許這一個步驟 比較不容易敲到你的門 我覺得它是一個 比較正面思考的方式 對 因為其實失智的原因 確實是非常非常多 我們到現在也不是非常非常了解 但是剛才講的阿滋海默針 確實是腦裡面會有很多 BETA類澱粉的成績 當然要清除它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有個方法非常非常有效 就是去睡覺 我們發現睡沒睡得好了 它的類澱粉就算有成績 慢慢也會被清得 慢慢也會幫助你清除 這些雜質這些東西 傷害你的腦筋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睡飽一點好不好 等一下看完2.0 就可以先去睡一個午覺了 另外大家常常在講 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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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講說 我明明就有買失能的保險 為什麼我怎麼樣卻申請不到 產生了很多很多的糾紛 下一段回來我們就告訴你 失能險你買了 為什麼沒辦法理賠 等一下告訴你